就在昨天的一场热身赛中,苏宁第二三,第一次和北华性幸福,只在上半场就已经分球领先。 在冬季的热身赛中,苏宁一场未输,更是取得了其中三场比赛的胜利。 新赛季颇有一股大黑马的气势,在阵营方面基本未调整的情况下, 这也说明了主教练科斯宁阿拉罗伊对这派阵营的自信。 新赛季他们的目标,或许还将是争备让贯参赛资格。 目前,孙宁一阵中有五大万人,分别是特谢拉、埃德尔、帕莱卡以及拉米罗斯和麦坎乔。 其中就上赛季的队员配置,以及昨天的任生赛首发来看。 特谢拉、埃德尔以及帕莱卡基本上还是楼打不动的组合,而新赛季的代名只能有四大位员。 因此,拉米罗斯依旧很尴尬,他需要和麦坎乔征决报名资格了。 上赛季的中超龙赛中,拉米罗斯一场门上,剧心是和球队弄矛盾,导致他失去了报名的资格。 整个赛季只在预备队和一场足协分的比赛中有过出场,拉米罗斯的敬意可以用过声车来形容。 当年领警23岁的拉米罗斯被切莱西看中,蓝军赛费超过1600万英棒将他牵下,并给他希号球衣。 在五年半的时间里,拉米罗斯帮助切莱西,先后得得了A冠军,英超冠军,左转飞军,东南飞军军,连飞军军等等。 在帝阵当后的A冠战决赛中,拉米罗斯曾打入一记军天调射,最终帮助切莱西成功淘汰当下。 在这几年里,拉米罗斯的身价翻了净三倍,而他的蓝军生涯,也是他职位生涯的冰封期。 2016年,转会苏黎之后,拉米罗斯的延续了自己经验的表现,帮助球队取得了联赛望军。 并且在之后的妖怪联赛中,帮沙斯帮,在整个2016、2017年的两年时间里,这位西日的切尔西波西天王,都是苏黎的大可惜人物。 但是上一阵套季,却和球队外矛盾,一阵无法和解,也曾传出一阵队的想法。 最后的苏黎将放逆队队,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边缘人。 不过如今已年满32岁的拉米罗斯,正如来离开苏黎,也很难地找到有比苏黎大力更好的俱乐部了。 据悉,他的明星超过750万欧,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。 即便有球队会考虑他,但是胜赛季一场联赛未遂的拉米罗斯,很难获得其他球队的信任。 德国转会市场上的数据显示,拉米罗斯现在的身价,已经比2500欧左右。 准备如现在已经击出身价的法利尼奥,当年的巴西国家队,大力鸟只是小弟,拉米才是大哥,如今只怕是反过来了。